大家好 你看我们这院子里这几天来了这个黄尾黑凤头鹦鹉 它这鹦鹉 这尾巴实际上是黄的 展开了以后 这脸上还有一个黄脸蛋 看上去还挺可爱的 这鸟非常大 大概有50公分 展开了有一米五到两米 这么大 然后它一飞起来就好像是这低空飞行的那大飞机要着陆的时候 那个感觉 它这鸟啊 在这干嘛呢 这树里边有一种虫子叫Boring Ground 这虫子有多大个呢 大概有这鸟的嘴这么大 但它把这树啊 都给它弄空了 所以这个鸟呢 它就哐哐哐就敲这个树啊 它就发现这里边有那个鸟的洞 它就把那个一层一层的往里咬 把它给虫子给弄出来 我就说这鸟怎么变成琢磨鸟了呢 可是它的问题呢 它不像那啄木鸟把那树掏一栋 它是整个的把这皮给它剥下来 有时这树呢 风一大一刮就端了 小树就给死掉了 所以有一些人呢 还烦它们 我这呢 反正砸树 这都砸树 所以无所谓 再见 小树 这都没说过 这都没说过 感谢观看